我不能背棄我自己的主人 那郭董有打电话给您吗 没有 被问到是否成为 郭董参选路上的副手 武党籍立委高金素媒笑着回绝 郭的幕僚有没有跟您联系呢 谈论这个未来 他的幕僚是谁我不清楚 不只寻找副手碰壁 郭董宣布参选后 另一大关卡就是通过联署 但在国民党兼臂亲也后 前于令县长张荣卫 和屏东县议长周典论 两位国民党员表态不会帮忙 只剩早已退出国民党的 南投县议长何慎峰 以及彰化县议长谢典林 愿意帮忙郭台铭联署 面对国民党下令各地党部 禁止帮其他参选人 辅选或者是联署 让蓝营的廷郭派政治人物 不敢轻举妄动 郭董也只好另寻出路 郭董选定距离 而是住所板桥慈慧宫 不到三百公尺的空电面 来当作办事处 甚至找上公关公司 力拼百万联署 要拼联署也是一笔花费 有媒体报道称 签一份联署书开价两百多元 对此国办否认 表示联署行动的花费 包含请公关公司帮忙的费用 联署站的场地租金 还有人力的薪资 质疑总成本计算 并非以单份委托书叫价 一度传出有20家公关公司帮忙 这个消息也被国办否认 表示没有这么多 在国民党确定话有为敌 郭董突破参选联署门槛 外界预期不难 但能否冲出气势 充满挑战 华市新闻张正雄前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传沛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